今年圣诞期待最美丽的事情发生 天使降临带来属于您的奇妙神迹 西谷生命和凌凉堂将于12月24号星期日 每夕时间晚上7点半 举行圣诞夜烛光崇拜 当晚将会有欢唱圣诞歌曲 音乐剧《圣诞玫瑰绽放时》 When the Christmas Rose Blooms 诗班与舞蹈团队演出以及圣诞讲道 会后并有点心招待 崇拜以中英双语进行 邀请您与家人、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 在音乐与戏剧中与我们共度圣诞平安夜 诗题现场参加地址为 1177 Laurelwood Road Santa Clara 进101或880 Montague Expressway出口 视讯参加可扫描屏幕上2V码 或是上优势频道官网 www.uchaneltv.us 收看直播 圣诞魔法灯光先进 All New Light Maze Enchant At St. Jose 已于11月24日在St. Jose 1123号 Coleman Avenue的PayPal Park开放 Enchant是世界上最大的 节日灯光活动体验 涵盖超过10英亩的大型户外体育场地 包括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奇故事驱动的灯光雕塑装置 并提供有华冰道 现场娱乐表演 互动游戏 也可以进入圣诞老人魔法记石器迷宫探险 或漫步在村庄圣诞世纪小店 购买特色手工艺品和精品作为圣诞礼物 还可以尽情享用美味的石令美食和饮料 在Enchant的小精灵游乐区 孩子们可以玩耍 父母也可以逃离喧嚣并放松身心 更多详情与购票请上官网 每年这座占地两英亩的公园 都会变成一个假日奇幻圣地 拥有40多个用音乐和动画装饰的灯光秀展 和50英尺高的圣诞树 以及欣赏在利马火车 利马Train中展出的融化的雪人 送鸽的老鼠和精灵木工 徒步游园活动地点在圣河西 Paseo de San Antonio 1号的Plaza de Chavis公园 开放时间由11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号 每天开放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 开车游园活动是在圣河西535号 Philham Avenue的History Park举行 时间由11月29号到明年1月1号 费用为每辆车30到35元 开车游园需要事先登记预约行程时间 更多详情与购票请上网 www.christmasinthepark.com查询 核桃西的露斯·班克罗夫特花园 Ruth-Bancroft Garden in Walnut Creek 即将恢复灯光花园 Garden of Delights 这是一个装饰着数百战灯的 异响天开的花园绿洲 用五彩灯光、雷射等装饰植物 将奔毅非常壮观的3.5英亩空间 变成一个超凡脱俗的户外探险场所 游客可以在美丽的发光花园中 满步1到2小时 也将发现无数白傲景点 和令人兴奋的展览 开放时间将由11月24号感恩节起 一直到明年1月6号 每周四到周日晚间活动 12月12号起会增加周二和周三晚上活动 园区地址在Walna Creek 1552号 Bancroft Road 购票与更多详情请上官网 www.ruthbankroftgarden.org查询 金山湾区溜冰场2023年全开放 从旧金山联合广场溜冰场到圣河西的Enchant 这些湾区溜冰场是今年冬天的最佳去处 从旧金山到索诺马区域 所有9个县市都设有节日溜冰场 不论是季节性或是全年开放的溜冰场都各有特色 并且都有为过节特别设计的活动与课程 如旧金山联合广场溜冰场 11月7号就有冰上变装皇后表演 整个大湾区包括旧金山、东湾、南湾及半岛区和北湾 共有15间溜冰场 不论是溜冰老手或是初次体验 您都可以尽情地穿上溜冰鞋并在冰上玩耍 有关各溜冰场地点、特色、活动及课程等详情 请上网